是的 在迎接圣诞的同时 新年的脚步也不远了 配合即将到来的2023鬼卯兔年 首要媒体集团重磅推出一系列 庆贺新春的活动 当然也少不了全新的贺岁专辑 陪伴全国观众一起喜迎新春 首要媒体的多位艺人和演员也会齐聚 展开一连串的节目录影形成 和各地的观众朋友见面互动 提前向大家拜个早年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农历新年了 首要媒体集团旗下的中文电视台八度空间 连同中文电台XFM 以及多个网络和居家购物平台 携手打造2023年新春活动 一连串的线下造势活动即将陆续登场 从这个月开始 所有新春大使和艺人嘉宾 会乘搭新春兔兔车 流动卡车北上南下 向社会传递温暖和希望 让大家在新一年里充满活力 迎接美好未来 配合明年的农历新年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其实主要它的目的和它的宗旨 就是要跟我们的观众 还有人民更近距离的接触和互动 所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 新春放起来的就是活动还有节目呢 会去到不同不同的周数 打个比喻我们会去到吉达 柔佛 还有雪兰儿以及彭亨 这四个主要就是这四个周数 新年当然少不了贺水歌曲 首要媒体今年推出的贺水专辑 一共收录了两种不同曲风的新年歌 其中一首是由24位新春大使 共同演唱的活力满分Love You Too 除了我们有24位我们的新春大使之外呢 明年也是第一年我们会有另外一首新年主题曲 就是我们所有的八度空间的新闻主播 会有另外一首的主题曲 叫做团圆饭 八度空间也会分别在 12月和明年1月播出两部贺岁电视剧 幸福大件事以及三个千金亿女婿 此外一系列精彩的新春特备节目 也会陆续登场 陪伴观众度过一个与众不同的欢乐年 点赞 光语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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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u 感谢观看